直筆的代表我选的是 DK 作米 在正面看呢 它的鼻液量是非常的直 每个人可能都会带有一到两度的偏差 这个是自然的 那如果偏差太多的鼻液量 当然就要做手术的矫正 然后它有一个很漂亮的一个海鸥线 我们这个所谓的鼻头跟鼻液两色 形成一个自然的一个弧度 像一个M的一个形状 所以如果以整形的范例来说 像这样子DK的直筆 侧面的海鸥线 我觉得是一个100分的范例 大家好,我是薛永华医师 那我们这一集是比较特别的一集 过去我们都是分析女性的一个美感 这一集我们要从韩团Seventeen 来做一个男性的美感分析 不管你是粉丝课 想要学习韩团偶像的一个脸型 或者是纯粹想要来看看 每个人他的特色跟帅气度 到底在哪有哪些不同 都很适合看这一集 以男生来说 我们常会讲的是一个上T下U 上T可能就是在眉骨 跟鼻梁是呈现一个 比较有弧度的一个T型 比较突出一点 那在下U指的是这个下巴的一个曲线 不要过分的肩 不要过分的刮子脸 其实会比较有个性 男生如果是双眼皮 当然是比较明亮 有一个通透感 而是单眼皮 一样可以呈现一个比较临家 比较有亲和力 不同的一个特色 那我们如果要取单眼皮代表 我会选李灿来做一个代表 因为李灿的眼皮呢 他基本上是一个 比较狭长的单眼皮 他的眼皮并没有遮住黑眼珠 所以不会看起来眼睛特别的小 给人家是一个比较有亲和力的一个感觉 接下来呢是内霜的代表 是圆佑 圆佑如果没有仔细看 会以为它是一个单眼皮 但其实仔细看一些比较动态的影片呢 它是一个比较细致的一个内霜 而且有点狐狸眼的感觉 就还蛮适合戴眼镜做造型 这样看起来会比较有一个居家的一个男孩的一个链夹感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好看的一个眼神 那接下来讲到双眼皮的代表 我会先选天使静态 我觉得它的眼型蛮有特色的 它的这个睫毛长长的 然后眼尾会带一点点轻微的下垂感 比较没有那么杀气没有那么锐利 在团队中是一个比较给人家比较梦幻啊 比较浪漫的感觉 接下来第二个代表就是织秀啦 可以仔细看它的眼头 其实是属于一个封闭式的眼头 那它的特色呢带一点桃花感 所以算是蛮好看的一个脸型 那像Bernon它就是一个全开放式的眼皮 可以看到它的眼头也基本上都是全开 没有封闭在一起的 如果纯粹是东方人做这样子的眼型 你的五官跟骨架能够搭配得上 才来考虑做这样子的双眼皮的时候 会比较自信 鼻子龙鼻啊 其实我们现在都不会追求 要非常高耸的一个鼻量 这样并不是真的漂亮 我们要去搭配每个脸型的比例 三屏五眼嘛 从眉心到鼻子的鼻小柱的下端 这个要是1比1的比例 这样的比例会是比较好的 我们就会依据每个骨骼的特色 来设计出一个属于它的鼻子的高度 还有鼻头的一个大小 最适当的状况 那我们第一个讲鼻子 我想先挑队长Scoop来讲 从正面看它的比例是符合 所谓的三屏五眼的这个五等份的比翼 比翼不会过宽 那大家在看它的侧面的时候可以发现呢 它的三根的起点并不会过分的高耸 那这个鼻梁的线条也不会太尖的感觉 在鼻头的位置也是刚刚好 所以我觉得以自然派 我会选队长Scoop来做自然派的鼻型的代表 接下来我们讲第二个代表是Hoshi 顺融 它的正面看起来 它的鼻梁是相对比较宽的一个鼻梁 但是也没有超过五等份的比例 那鼻翼的大小我觉得也是很适中的 它的侧脸呢 其实它带一点图分在鼻梁中的位置 然后有点往下垂的阴沟的感觉 那这个阴沟又不会说真的过分 看起来太老气 有点阴险的感觉 这样子自然的一个驮风 其实也不见得要去把它磨掉 带一点这样的驮风 反而会让皮肤的这个纹理 看起来更有一个特色 侧面看起来是更温和的感觉 那我们第三个代表呢 就选一个直笔的代表 我选的是DK 硕米 在正面看呢 它的鼻梁是非常的直 每个人可能都会带有一到两度的偏差 这个是自然的 那如果偏差太多的鼻梁 当然就要做手术的矫正 然后它有一个很漂亮的一个海鸥线 我们这个所谓的鼻头跟鼻翼两色 形成一个自然的一个弧度 像一个M的一个形状 那这样子的鼻形呢 我们在侧脸看的时候 就会看得到它的 鼻梁的这个三根的起点 大概就在睫毛的位置 一路往下延伸 那在鼻头的地方 因为它的海鸥线的关系 所以在侧面会微微的露一点点鼻孔 但这样的露鼻孔是好看 而且是自然的 所以如果以整形的范例来说 像这样子DK的直笔 侧面的海鸥线 我觉得是一个一百分的反应 正面呢就是 眉心到鼻梁 鼻梁到下巴要是1等1 这样就是一个足够 不会太短的正面 那在侧面呢 就是我们的鼻头上唇 到下巴的最突点 让它能够形成一直线 不要说从这里到这里 然后下巴整个缩到这条线的后面 这样就是所谓的后缩 看起来就会是一个 比较下巴没有发育好的感觉 那下巴呢 我们选的第一个代表呢 是俊辉 俊辉的这个比例啊 从眉心到鼻梁 鼻梁到下巴呢 它一点点可能1比0.9左右 配合它的脸型 还有鼻子的这个长度来说 它会给的感觉是一个 比较温和 比较有贵族的一个气息的脸型 那我们第二个选的就是 明浩 那明浩呢 在团体中它是一个比较长脸的代表 可以看到它的眉心到鼻梁 鼻梁到下巴大概是1比1.05 那这样的比例直接看 可能不是很明显 可是如果我们拿俊辉做一个对比 在明浩部分的确是就比俊辉再更长一点点 但又不会说过分的长 看起来像厚道的感觉 那第三个下巴的代表 又讲到Dino 李燦了 为什么李燦可以除了单眼皮 又入选了一次呢 因为它的下巴呢 是一个更阳光 如果你喜欢更阳光 更有侵略感的一个下巴的轮廓线 那我觉得Dino就是一个不错的范本 那在侧面来看呢 比起俊辉还有名号来说 它的侧面的轮廓线就更清楚 而且侧面的线条感是非常的锐利 到了后面的这个下汗鼓的地方也非常的清楚 以一个叫阳刚的下巴的代表呢 会选李燦来做一个 如果要做比较男生化的下巴的一个范本的标准 各位克拉或者是一般的球美者 因为我们这一集的主题还是以眼皮鼻子还有下巴为主 那难免会有一些遗住之汗 那比如说像明葵呢 其实我觉得它的卧蚕是很有特色 之后可以来讲一集卧蚕 来分析每个人卧蚕的大小是不是适中 另外呢还有像肾框 我可能会讲它的唇形 就是一个比较适度的嘴唇 不会显得太厚或显得太单薄 看起来比较没有精神的感觉 像知虚乌吉呢 它的正面其实是比较娃娃脸的一个感觉 那再搭配上它的侧脸 所以鼻子的比例跟脸型还有下巴 其实整体是还蛮有识别度 那台湾男生现在对于脸整形 其实也接受度越来越高 重点呢重点 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都是一样的 我们要再发挥在自己脸部的特色的基础之上 修改掉自己的缺点 然后发挥自己的长处 让自己成为一个你自己更喜欢的一个脸型 我想这个是所谓做整形最重要的一件事 那我是宣华医师 我反正要讲 如果喜欢今天我们的影片 那请按喜欢订阅 而且要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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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